这里是海参崴,曾经是中国领土,清朝时被迫割让给俄国,被俄国人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。 这是我最新一次的海参崴之旅。 2019年,我从魂春出发,进行了海参崴四日游。 今年,我是从延吉出发,旅游其实比上班还辛苦。 早上6点30分就要到延吉火车站附近的车站集合,我只能凌晨5点就起床,收拾行李打车过来。 延边是我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,总人口200万,其中朝鲜族人口71万人,占全州总人口的35%。 在延吉市街头,店铺招牌基本都是汉潮双语。 等到大家都上车后,旅游大巴开始往边境城市浑春行驶。 座椅上的广告,是一家培训机构,名字取得有点霸气,也可以说有点调皮。 在我看来,既可以是武器导弹的谐音,也容易听成调皮导弹的谐音。 从它的logo上看,画的应该是一个正在飞行的导弹。 我非常理解该老板想要一飞冲天威力巨大的寓意, 但导弹这两个字组合确实有点生僻,有点抖小机灵, 咱们做工考培训需要的应该是稳如老狗的气质,和舍我其谁的气魄, 我觉得可以改名叫《核弹教育》。 路旁,一朵白云,从天庭跌落,坠入凡尘,躺在一座煽乱的怀抱之中, 想必是因为爱情。 文春是一座边境小城,既与俄罗斯的滨海边疆区接壤, 又与朝鲜的罗仙式接壤,地处中朝俄三国交界。 文春是市区面积不大,街道两侧的建筑,很多都体现着俄式风格。 许多殿招都使用汉俄朝三种语言。 城市中央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, 恶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,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。 到达文春汽车站,我们需要换车, 接下来要做的是要开进俄罗斯境内的跨境旅游大巴。 几个身形彪悍的俄罗斯大妈,边抽烟边闲聊,神色凝重, 可能是交流在鹅板拼某多上花了半天时间却砍价失败的挥败经历, 或者是老公沦为重度钓鱼佬同床异梦的愤怒情绪。 有几辆大巴上坐满了俄罗斯人,和即将去俄罗斯的我们一样, 都是从自己活腻的地方,去看看别人活腻的地方。 互相看一个新鲜,实际上每一个有人类生活的地方, 无论是华尔街淡淡忧伤的铜牛旁, 马达加斯加喉面包树下,还是朝鲜农场玉米地里, 都运行着同样的底层人性。 贪、称、吃、慢、疑, 由欲望推动人生,最后因为生理衰竭而结束。 从魂春车站去俄罗斯口岸,大概有二十多分钟车程, 导游开始给大家讲解在俄罗斯旅行的注意事项, 态度非常严肃,很像初中班主任。 现在呢,在车上会大家讲解一下,注意事项, 我们大家认真听。 认真听。 不要说话了。 谁在说话,谁上这来讲。 现在我给你们讲的, 所有的话没有一句废话, 都是你们做官要用的。 所以说呢,一定要认真听, 希望不要让人家海关扣的时候, 哎呀,怎么回事儿,找你的领队, 你的领队没有办法。 我们是出国,不像在国内, 什么事情都能解决。 国外呢,有很多法律是制裁的, 不是制裁我们中国人, 是所有人,只要哪个国家人到着去, 触碰人家的法律, 都是要受到一定的刑法的。 所以说呢,我们大家认真听。 有抽烟的不怕, 就是烟是可以抽的, 但是有的地方是不可以抽烟的, 什么意思呢? 头顶蓝天,脚踏大地, 你就可以抽, 旁边必须有个具备的情况, 叫垃圾桶, 那你就可以抽烟。 如果有的人说, 我在宾馆里边我想抽烟, 我想跑的就抽个烟,行不行? 不可以。 如果你抽烟, 那就证明你的钱包够补, 抽一次烟, 罚款五千领布, 无法为人民币给人家了。 那抽烟就是一样, 无论谁抽, 都是一样。 而且我们, 特别是我们东北人, 很多抽烟, 像我们有很多东北的大姐也抽烟, 到了俄罗斯的宾馆, 他有的时候会在外边, 我们聊天, 聊了半天他不抽, 一进到大厅, 啪啪一声, 就听到大火机的声音了, 五千领布, 人家俄罗斯大台什么都不会说, 就会说一句, 那你就掏钱吧。 那为什么, 因为你别看他的房间很破, 他每间房上面都有烟感系统, 都有烟感系统, 你只要抽烟, 包括点什么温香, 他只要受到了, 他就马上报警, 报警联系到他的消防部门, 消防部门直接罚酒店, 而不是酒店罚你,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吸烟, 有的人说我在他家吃饭能不能抽, 不行, 只要是有藤的地方都不能吸烟, 一定要到露天的地方, 那露天的地方去吸烟, 这是第一个叫什么, 叫禁烟令, 那禁烟令, 因为俄罗斯呢, 以前着了大火, 那就是宾馆着了大火, 所以说呢, 对这个管的是比较严, 我们大概会发现, 在我们到了福达丁, 沃斯托克的途中, 会看到很多开车的私家车, 他会把车停在道边, 也在那个地方吸烟, 吸完烟了再上车, 再继续前行, 那都是一样的, 那什么是禁酒令, 那我们东北有句话叫, 大金链子小手表, 一天三队小烧烤, 对吧, 都愿意喝点酒, 就包括我们也愿意喝酒, 那但是, 什么叫禁酒令, 不是不让你喝, 而是有时间段是不允许喝的, 北京时间八点, 俄罗斯时间十点, 我们中国时间, 比俄罗斯时间是减两个小时的, 也就是俄罗斯时间, 比我们快两个小时, 我们大家先来看一下, 现在几点, 9点45, 是不是啊, 那俄罗斯时间几点了, 11点45了, 所以说每天啊, 在我们出发时间, 到集合时间, 吃饭时间等等啊, 你的领队都会跟你说, 北京时间几点, 俄罗斯时间几点, 千万不要弄错了, 像上次我那个团, 告诉他们什么呀, 告诉他北京时间六点钟集合, 结果俄罗斯四点钟, 就到大厅坐着等我了, 这就是什么时间弄错了, 那记住俄罗斯的时间呢, 是比我们快两个小时的, 那你说北京时间, 八点俄罗斯时间, 十点以后, 大街上禁止拿着酒瓶子逛, 什么意思, 如果你拿着酒瓶子在大街上, 无论你喝雨没喝雨, 都被带走了, 带到哪去了, 带到俄罗斯的行酒室, 什么时候能回国, 看你的运气, 那看他联系我们中国外交部的一个速度, 再联系我们中国大使馆的一个速度, 你就会发现, 在我们回国中, 就会少一两个人, 这两个一两个人, 领队也不知道他去哪了, 就是消失了, 那就是消失了, 也许去了行酒室, 也许在俄罗斯犯了什么法律, 反正就是人间正法的法律, 那就是这么个人, 所以说呢, 我们大家千万记住, 你有的人说, 哎呦, 我晚上想跟朋友喝点酒, 蒸点花生米, 蒸点瓜子, 可不可以喝点, 可以, 我们所有住的酒店都是可以喝酒的, 你可以到旁边的小厨市, 买点这个吃的喝的, 一定要在额时十点之前, 买好回到房间, 想怎么喝, 怎么喝, 但是你在餐厅, 在任何地方人就不卖你酒了, 大家免为吧, 这叫禁酒令, 禁酒令, 除了这几个治愈事项呢, 我们一会儿到了中方, 只要进入我们中方的边界大厅, 所有人不要拿出你的手机去照相, 为什么, 因为你照相, 我们整个团都走不了了, 这属于什么, 暴露国家机密, 俄罗斯也是一样的, 俄罗斯有五道官, 如果你偷摸照人家的海关, 包括你照人家的大兵, 等你在下车那一瞬间, 山上就有冲锋枪吐吞脚压了, 不是开玩笑话, 不是开玩笑,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, 一定要记住, 我们是出国, 出国两个字最主要叫听话, 不让你做的事情, 你就不要做, 触碰人家法律的事情, 就不要做, 因为我们说白了, 咱们倒是领略一个国家的国情, 感受这个国家不同的风格, 看一下这个国家的什么呀, 大好山河, 美景等等, 所以说大家只要是于旅游为主, 千万不要到那边有一些事情, 像有一次我们领客去吃野味, 吃完野味有完客人喝酒喝多了, 除了以后我们在那儿打车, 就有一排车就在那儿停的, 结果你说他手欠不起, 啪一下就一掌, 就把人家老毛子那倒车镜给拍过进去了, 但是他可能当时没想到, 以为停在到边都没有人, 结果里边有没有人呢, 有人下来老毛鸡眼子就要干他, 那这时候害怕了, 早领队也会, 我说你真是闲的, 我说你弄他干什么, 他说哎呦, 我说行的那个什么玩意, 他行说哎呦, 看怎么办呢, 我就跟人家一顿赔礼道歉, 那就是他精神有病, 那怎么办, 你不说他精神有病, 他要打他了, 后来什么, 人家就你看到清静, 没什么事, 后来人家走了, 所以说呢, 我们大家记住了一定要什么, 要文明旅游, 我们不是代表的一个人, 我们代表的是中国, 代表的是我们其他的, 所以说呢, 出门旅游数字一定要提高, 俄罗斯有很多罚款注意事项, 现在跟大家说, 我们认真听了, 到俄罗斯就不会掏任何一份的罚款, 第一个, 不能随地乱拦垃圾, 拦垃圾罚款, 因为大家走在俄罗斯大街上, 你会发现, 整个俄罗斯是没有任何地方有垃圾在盗中的, 你会发现没有人打扫, 那为什么没有垃圾, 就要靠个人自己的一个自觉性, 所以说这是第一, 第二个, 不要随地吐团, 随地吐团有的地方发三千卢户, 就是三百块钱, 有的地方发五千卢户, 也就是五百块钱, 你千万不要觉得, 我吐完了我再咽回去, 那是不可能的, 也不好使的, 第三个, 是我们只要抽烟, 你就是五千卢户, 到任何餐厅酒店都是一样的, 你抽烟了, 你就赶紧掏钱, 别说那些没用的就可以了, 因为领队都跟你说的明明白白, 你自己还挑战人家的法律, 还有一个呢, 就是我们住的酒店, 那是床单被照染色, 因为在我们出门之前, 大家一定会冤美染个头发等等, 如果你染头了, 一定要用自己的毛巾, 铺在枕头上, 我们中国一个枕头二十块钱, 在俄罗斯一个枕头一千五六五, 一百五十块钱, 一个预计一千五六五, 你只要染色了, 你就掏钱, 那有人说, 哎呀怎么在俄罗斯净事呢, 跟大家说, 为什么, 因为他们国家呢, 本来人就比较少, 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口, 十四亿人口, 俄罗斯有一点四亿, 在俄欧战争当中死了五十万男人, 可以说他们国家呢, 在我们中国, 是我们人找工作, 而在俄罗斯呢, 是工作找人, 任何一个岗位都是稀缺的, 所以说呢, 而且他们干活速度非常之慢, 我们统称叫俄罗基金, 没完没了, 一会儿我们过关的时候, 你们就能感受到, 什么叫中国速度, 什么叫俄罗斯速度, 这时旅游大巴上的广告也变成了俄文, 应该是一个医疗广告, 我用手机拍照翻译了一下, 上面的大字是东方医院, 下面写着股病, 心脑血管疾病, 皮肤病, 牙科, 宣传卖点是, 效果很好, 价格很低, 联系方式那里, 看到一个中国手机号, 我基本确定这是中国人开的, 这么强的营销能力, 我估计他们应该来自福建莆田, 大家会看到一个大破的铁皮房子, 大破的铁皮房子, 这个铁皮房子我们要进去, 是俄罗斯的边界大铁, 可能是你们这辈子去过任何国家, 都没有那么破的, 就像我们可能在农村养个猪, 养个牛, 养个羊的, 你们家那个盖牛和猪盖的那个专房, 都比他那个铁皮房子还要好, 那个铁皮房子呢, 是咱们通过给他建的, 建的, 非常, 就夏天热死你, 冬天冻死你, 那非常简单, 就一进去就是个, 一检查, 检查完了以后, 我们从第三天进去后, 速度就很慢了, 为什么, 他会展现什么叫相亲式的, 什么叫相亲式的, 拿出你的护照, 看看你, 看看他, 看看你, 看看他, 看看你, 看看他, 有没有打蒜皮的, 纹煤的, 切煤的, 或者什么呀, 微整的, 记住了, 记确的说, 你可能停留着时间要吵, 因为俄罗斯文官就傻老毛子, 他一根筋, 不像中国人比较圆滑, 他就是行与不行, 事与不适, 那就是这一分钟跟你好的说, 打老好了, 下一分钟翻脸了, 瞬间翻脸, 那他就是这样的, 就是什么, 很直, 不会什么拐弯磨脚, 所以说我们大家呢, 到那时候, 如果你被扣在里边, 不要害怕, 那一定是, 他看不明白, 这时候是不是你了, 是不是你了, 那这时候他还会去那边看, 像我之前有一次啊, 一个长出的一家三口, 有个女孩子, 那个女孩子二十岁, 短发, 就有点像中性, 像男孩子一样, 他进去就扣了二十分钟, 为什么, 那个边界人问我, 他是男孩女孩, 我是女孩, 他看了都有一百年, 问我男孩女孩, 我说我说他是女孩, 我说他真的是女孩, 他又丑, 怎么丑就不像, 后来啊, 告诉他把头发聊起来, 聊起来了, 太不行, 后来告诉我, 下次等一下, 直接把门锁, 把我客人捐里边的, 上二楼了, 干嘛去了, 找领导去了, 找了一个大, 带这个大包帽子的下来, 他们领导, 刚才领导, 俩人在鸡茶, 鸡茶就在说, 他都不是男人女人了, 完了, 这个给我那孩子, 怎么特别尴尬, 他妈妈说一句话, 说要回去, 或者让我姑娘留长话语, 要不你看这太尴尬了, 结果俩人, 就在那眼睛丑陋的客人, 我跟他说, 我说他真是个女孩子, 后来他就说, 你让他把头发聊起来, 我说你把头发聊起来, 他说你让他转一圈, 我说你转一圈, 我说你把虎牙露出来, 看一看, 笑一个, 后来实在不行, 这个领导为什么当领导, 是有原因的, 大家知道他弄了一个什么动作吗, 来挪挡, 借我一个手, 大家看看这个动作, 直接拿手手, 就去摸摸人家, 完了, 一摸, 走, 可以通过来了, 知道为啥吗, 因为男人身上都是毛, 女人身上没有毛, 对对对, 所以说他一摸, 哎呀, 汗毛不重, 走吧, 这只定是个女孩子, 所以说那我们大家在过关的时候, 包括你包里边有一些不能拿的东西, 你拿了, 你拿了, 在那一定都是被扣掉的, 在这里我问一下大家, 有没有带鸡蛋, 鸭蛋, 鹅蛋的, 鸩蛋的, 一会儿, 要不吃掉, 要不扔掉, 要不罚款, 那因为蛋肠买, 这三样东西, 国际都是不能取代的, 完了, 除了这三样东西, 像有的时候什么, 香肠, 香肠该吃吃该做做, 不吃一会儿送到垃圾桶, 那完了还有什么, 还有就是奶, 什么酸奶, 牛奶啊, 全部都要扔掉, 全部都要扔掉, 不要给自己找麻烦, 因为他今天心情好了, 他扣掉你了, 心情不好是直接罚你钱, 那这是一个, 还有, 我们大家呢, 可能没有认真, 掠夺领队给你发的短信, 注意事项, 我们大家出门, 有孩子有老人, 一定要带很多的药品, 我说这几个药品, 看看有没有带的, 如果有带的, 马上告诉你的领队, 把你的这些药, 直接扔到垃圾桶里, 第一个叫赶康, 第二个叫蒸毒片, 去痛片, 安奶剂, 那有这样的药的, 直接扔到垃圾桶, 为什么, 这里面有麻黄素, 说白了叫大烟, 也叫毒品, 那所以说呢, 我们大家千万千万, 把这些东西, 全部扔到垃圾桶里, 剩下所有的东西, 有的人说, 一说的药品, 那客人简直了, 给我包围了, 这什么酱压药, 什么心脏病药, 什么尿酸药, 这药, 那药, 跟大家说, 我说的这几种药, 没有, 所有的药都能带, 所有的药都能带, 所以说大家就不用什么, 运车药啊, 又什么退烧药, 这那个全都可以带, 全都可以带, 这个呢, 就没有什么一些, 注意事项, 所以说呢, 你问我, 是我们几点能吃饭的, 只能跟大家说, 我们吃的叫, 叫什么, 叫下午餐, 也许三点, 也许四点, 从中国的浑春口岸, 入境俄罗斯口岸, 大约花了三个多小时, 其中在中国口岸花了十分钟, 护照人脸和指纹机器识别, 全程出关手续, 净显丝滑, 剩余的时间, 全部消耗在俄罗斯口岸, 俄罗斯的边检人员, 效率极其低下, 由于过程无法拍摄,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, 简陋的铁皮棚里, 做了几个保安港亭, 里面坐着几位壮硕的俄罗斯大妈, 你在狭窄的大厅里苦苦等候, 轮到你上场, 俄罗斯边检大妈眼神犀利地检视, 你并不俊俏的脸庞, 然后又低头核对你的护照, 重复无阻这样的动作, 递给你一张手写的入境单, 于是你进入下一个流程, 外面的过境车辆检测程序中, 司机招呼包括我在内的十多位壮年男性游客去推车, 这个推车的行为非常迷惑, 车明明非常新, 不可能是无法启动, 我猜测, 可能是因为俄罗斯汽车辩检程序里, 这一小段不允许启动, 反正整个通过俄罗斯口岸的程序, 冗长, 繁琐, 缓慢, 规则很奇怪, 我的俄罗斯海参崴之旅将持续更新,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,